在挑战了 胚掉往前勾对角 三口签再退后场接内球 三口签赢了 三口签战胜了陈宇飞 晋级了决赛 22年22年年终赛的吕丹曼决赛 陈宇飞和三口签再次下路相捆 在小组赛刚刚战胜三口签的陈宇飞 其实给了很大的期待 但是没有想到 到了真正的淘汰赛 他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吧 年初的拳英 最后的世锦赛 接着日本公开赛 真的是整个的 第一局比赛上半段三口签11比8领先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的对决 陈宇飞的后场回就不到位 直接被杀穿 好球 陈宇飞这几个往前抢得非常快啊 机会球也杀失误 三口签连续出现几次失误了 整马克去打还是三口签之中的 整马克去打 还是三口签之中的 进货能力出色啊 这球又是一个暴力的跳沙 三口签这进货能力真的是非常快 这个小技术小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啊 一定要注意 连续三个披萨 好球啊 其实陈宇飞放网式正确的一直给高球 似乎压根就占了他便宜 你看三口签的往前再次出现失误 陈宇飞又是一个跳沙 追到只有两分了 杀追身 球滚了一下球网 这个球竟然也失误啊 只有一分的差距 再来一个出现 陈宇飞连追五分 居然追平比分 这时候考验的是三口签了 有些高 防住 漂亮 哎呦 我的天呐 陈宇飞这个球居然没有打到 不得不说两人的防守真的是极致了 可惜陈宇飞关键球把握性太低了 最后又是三口签的一个批道得手 关键时刻点桌压力 一朗拿下第一局 不知道是不是陈宇飞没有立准 突然泄气了 第二局比赛上来就完全是三口签的表演了 接发球就杀 怎么大怎么右 跳到后场 线路分的已经很好了 感觉今天 这一分钟调后的质量真的太低了 三口签中长就可以起跳跳杀 要知道它身高算比较矮 那要是高分子岂不是更完蛋 这个分叉不能被 不能被拉开 这起的跳杀也是出现失误 陈宇飞现在有点薄命打法 只要有机会就是驱途机 然后过于着急就自己失误 又是一个 这个抢网球也被判罚了出网犯规 从漫进头来看 这个球的判法是没有问题的 要看这个球先落地 还是拍先出网 当球落地之后成为死球了 那么这个出网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了 三口签的防守反击太厉害了 陈宇飞进口有点打不穿了 cb2领先结束什么呢 其实比赛就没有悬念了 哦 这球差一点 三口线的控球也完全打爆了陈宇飞 陈宇飞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打了 这个分叉太夸张了 又是自己的着急批杀 第二次比赛 陈宇飞已经非常多这种主动的批杀食物了 三口线也出现实物 但这种球已经无声带哑了 是的 大比方落后的陈宇飞反而是打出了出色的表现 撒球的机会 往前的速度还是三口签快 我们去变化一下 又是这种跳杂大的脚 陈宇飞想说有这样的球 你确实还是很难防守 这个防守的力太出色了 陈宇飞轻轻的点杀 也是直接出现了 这个往前 偷上偷小球 好 中心有点不稳 对 对后回球 三口线又是这种招牌的防守反击 撑得太厉害了 直接拿到10个赛点 出现人出现了接内的手势 也不再挑战了 稍微有点遗憾吧 我觉得 最后这个球是判断失误 那这样三口线轻松转成陈宇飞紧接了决赛 不得不说 三口线在这种关键战役 真的非常出色 反而是陈宇飞 最近七次面对三口线 居然仅仅战胜了一次 还是上一场胜负关系都不大的小组战 或许现在的三口线真的是 陈宇飞的克星了 攻防两段都玩爆啊